就是有一個平台去被人看到自己的作品 被人欣賞到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沒有規矩是最好的規矩 其實藝術家都可以有多些空間去探索自己 到底可以走一條什麼的路 其實我覺得他們去看已經是第一步 要怎樣去令他們買這個是Gary的責任 我們都會希望跟每一個客人聊天 大家都這麼年輕,不用這麼推薦 藝術你買不買得起? 從來一提起什麼畫展覽、藝術展覽 就會覺得遙不可及 或者便有錢賣 不過去年一個在會展搞的Affordable Art Fair 就將這個定律打破 混雜84個參展畫廊 吸引16,500人入場 Affordable的Art Piece 定價在1,000至10萬元不等 銷售總額高達2,600萬港元 今年再預歸來 還設有1萬元樓下轉區 參展的本地畫廊 還未去年多了7% 成立的本地畫廊 始終我們是一個新廊 和我們是一個地方的廊 始終其實是一個exposure 和也會是一個機會 我覺得其實他們是很適合我們這個空間 我們都希望可以推廣到一些 就是Affordable的Art 你看到一件Art Piece 你真的可以擁有它 你真的可以掛上去 除了畫廊 AAF更加是年輕藝術家 開拓新天地的好機會 我覺得 Affordable Art Fair 有些Art Fair的形式 其實是 有點像supermarket那種感覺 就是一個展銷的場地 去賣作品 都是一個很好的platform 讓一些年輕藝人去擺自己 讓人看到自己的作品 是不是很重要的影響 未敢說著 事實上上年搞完之後 的確是會有多了人去看我的作品 也會有多了的collectors 還有Gallery會去appose我 可能講一下合作 或者可能認識我這個人多些 其實要找一件合心水 看不厭的Art Piece 知己一見鍾情 所以每場都會有個Gallery Speed Dating Tour 但參觀者在一個小時 看十種不同風格的藝術品 西味再重點 這樣才可以找到真正的鬚味